鼓掌声中我国外交部长吴钊谢霍班杰克参议院迎职奖章 吴钊谢先后拜访斯洛伐克和杰克除了让国际间更关注台湾也是来东欧交交朋友 不过吴钊谢的欧洲行还有隐藏版行程 根据美国政治媒体Politico报道 吴钊谢将秘密拜访布鲁塞尔欧盟总部 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证实来访消息 欧盟发言人也说他知道吴钊谢要去 不过强调此行非政治性质 台湾外交部长秘访欧盟恐将进一步触怒中国大陆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赤裸裸的贩卖两国论 台湾积极群找新盟友引来国台办痛批 大陆外交部也气得跳脚 还把美国拉进来一起骂 如果美方继续在打台湾牌的道路上 一条路走到黑 必然会给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巨大风险 据团体峰会前 香港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 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外抗议大陆侵害人权 传闻吴钊燮也将会见这些反中示威者 到时候很可能和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同一个时间点出现在同一座城市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